今天内容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刚刚盛丰老师好像对国民党的路线有一些疑问 民进党把台湾要带到战争的边缘 这个时候正在美国访问的国民党主力人主席 公开的提出台湾的防卫政策 就是第一要在未来的几年内 加速的向美国购买各种不同的武器 来建立不对称的战争 这个跟民进党的讲法是一模一样的 第二个要加速的在台湾里面 去建设各种的防卫措施 这个防卫措施是基于防卫的需要所做 简单的讲 敖牙一点 简单的讲法就是向战的准备 第三个就是要透过部会来充分的讨论 整个的动员跟征兵的制度 所以准备要来搞征兵 那国民党这三个讲法是比民党还前进 这意思是说整个的做法里面 民进党做国民党好像真的准备要 这样准备要 这种准备要 这种政策的动员 这种政策的动员 这个时代变起来 将来变成了 令人出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节目的节目是半备要